近日在岛内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天新闻台的换照案持续引发关注 尤其在盛传民进党当局正在介入此案 传出所谓中天关定了的说法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中天新闻台的换照风波愈演愈烈 岛内各界的反弹声浪也越来越大 联合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民进党乃至蔡英文一直以来都宣称所谓言论自由的社会 才有对假讯息免疫的能力 现在民进党当局却正在做破坏社会免疫力的事 另外联合报也提醒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所谓委员们 他们的责任在制定良好的游戏规则 并扮演客观公正的监督者 切勿把自己变成负责对媒体行刑的柜子手 台湾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进一步指出 自苏贞昌2019年上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之初 他就开始布局让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成为民进党赋随组织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企图用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之名 将中天扣上所谓大红帽 但要求两岸和平亚太区域稳定 正面报道大陆新闻增进两岸融合的中天新闻台 与危言耸听操弄民粹制造两岸紧张对立的绿媒相较 何者才是真正危害台湾安全与社会安宁 媒体的报道评论如果真有危害安全 自然可以依法移送审理 岂能以施政者的好物感觉 不带证据单凭感觉声讨 企图用舆论定罪呢 文章最后指出 目前台湾的电视新闻台十之八九都已绿化 这些电视台不去监督掌握巨大权力的民进党 反而每天在检讨嘲讽所谓在野党 现在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简直就是一副要全面绿的出真儿的架势 难怪那么多有识者看不下去 必须奋起讲出真话了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对于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系的